林志玲模特出身 如今转型做了演员 代表作有赤壁 一百零次求婚等电影 现在有消息称 她有望加盟大型真人秀节目 超级减肥王 而且在主持上还要搭档 经验丰富的萨贝宁 她能否驾驭得了呢 熟悉林志玲的人都知道 除了出众的身材和外貌之外 在她的身上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特点 那就是她嗲声嗲气的娃娃音 正是这个几乎人尽皆知的特点 使得一些观众 对于她能否胜任主持人的工作 产生了些许怀疑 不太适合 那个说话那个口音 我还没有听习惯吧 那么超级减肥王节目组 极力邀请林志玲来当主持 是否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这个问题确实有可能存在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吧 包括主持人的培训 跟她提一些要求 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虽然备受质疑 不过事实上 主持领域对于林志玲并不陌生 并且还算得上小有成绩 此前她曾在多个综艺节目 以及大型电影颁奖礼中 担任过主持工作 甚至如果萨贝宁 与她在超级减肥王中合作 两人也算得上是老搭档了 你确定你不叫林志玲吗 我觉得她的声音才是那种 正宗招牌的娃娃音 我这不算 能与萨贝宁这样的专业主持人 搭档合作的如此默契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林志玲的主持功力 而此次她有望主持减肥节目 也得到了有着丰富主持经验的 阿雅的肯定 她身材也保养得非常好 主持很得体啊 就是她的口条各方面的 而且她已经身经百战 也主持过金马奖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